- 妈, 师姐,回来了- 妈,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今天考试得了第一名- 呀,真的,我就说嘛- 我闺女那么聪明,肯定得第一名- 妈,那你怎么奖励我- 行,行,想着啥,妈跟你说- 妈,我想吃烧鸡- 行,就为了我闺女的第一名- 妈跟你做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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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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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说在家,都玩会儿呗,陪陪妈- 不玩了,妈,你别说,你做的饭真好吃- 真的好吃啊- 行,妈等着你下次回来- 还跟你做- 对了妈,我要跟你说个事- 你看看,啥事,闺女,说- 明天我们老师啊,开家长会,你过去一趟呗- 行行,行,到时候啊,去- 还有啊,妈,我们班上有个男头子的 同学,她老是欺负我, 到了明天,你好好说说她, 什么,敢有人欺负我闺女, 行,等明天,妈去,好好说说她, 妈,我想我哥了, 要是有她在,肯定没有人欺负我, 好来闺女,不提你哥,我还好, 一提她呀,我气都不大一出来, 你说她,出去那么长时间, 连个电话都不打, 你说,我就当没她这个儿子, 妈,你别生气了, 我哥,她不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吗, 好了好了,妈,不说了,我去上学院了, 行,行,路上小心点啊, 好,你明天别忘了,行,知道了, 好,我走了,嗯, 这家个臭小子, 整天在学校不老了, 我还得给她开会, 你这人咋了,这路这么快, 干嘛撞人身上啊, 姚哥,你挺硬啊, 你这人, 怎么身上都打啊, 什么意思,还硬啊, 你这都撞到我了, 你还那么硬, 不敢了吗, 对不起, 我急着给我闺女开家长会, 不想撞了你一下, 谁让你走了, 你上干啥, 哦,我这看着有点眼熟, 哦, 你闺女叫那个什么王小草是吧, 你怎么知道我闺女叫王小草, 怎么知道的, 你那个闺女啊, 真是不让人省心, 我儿子打他几下, 整天给老师告状, 害得我啊, 被老师骂, 被校长骂, 还去开家长会, 干嘛呀, 哦, 原来就是你儿子呀, 他老是欺负我闺女, 原来呀, 上梁不正, 下梁歪, 我哪里不正了, 我儿子哪里歪了, 对了啊, 你刚才碰到我了, 我这衣服, 知道从哪买的吗, 不知道, 知道多少钱吗, 不知道, 我这个人啊, 心地非常非常的善良, 这衣服多少钱, 就是多少钱, 我都不让你多赔一分, 对了啊, 我还穿了这么久了, 我还让你少赔点, 这个意思就是, 这个衣服啊, 大概14万, 你赔我13万就行, 我真的, 我都感到心痛啊, 那也没办法呀, 你这什么衣服啊, 我又没给你装坏, 还有那么坏, 这个大嫂子啊, 说实话吧, 你呢, 是因为没有见过世面, 知道吧, 你去外面的花花世界看看, 我这衣服算是很便宜的了, 其实, 我也很心痛啊, 你说要你赔那么多钱, 但是, 这个人得讲理啊, 是不是, 你说你要是不讲理, 这怎么行呢, 这俗话说的好,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是不是, 是不是, 这让你赔这点, 不多啊, 就你这衣服, 哥哥要这么多钱, 你说出也不怕人家笑话呀, 笑不笑话嘞, 那是我的事, 嘿嘿嘿, 但是, 你今天要是不拿, 看你走得掉啊, 就你这人, 你这衣服, 我也不会赔, 哼, 你日子跟着你啊, 也好不能拿去, 说不定啊, 比你更坏, 也是啊, 影响社会, 你要喝啊, 你再说一次啊, 你竟然敢打我, 打你, 打你都是轻的, 我这手啊, 好久没跟人家脸, 亲密接触了, 知道不, 像你的人, 我懒懒理你, 要钱是吧, 行, 我给我儿子打电话, 我给你儿子打电话, 一家的穷鬼, 赔得起吗, 再说了, 只要, 你能把钱赔给我, 你给你二大爷打电话, 我都不管, 儿子, 我撞到一个人, 他给妈, 要十几万, 你赶快来吧, 嗯, 好好, 行, 我就位置发给你, 你赶快来, 我跟你说, 我儿子, 一会儿就来, 给我出气, 他不来, 我在这儿等着干啥, 我等着他, 哎呀, 叫什么穷鬼, 那是谁, 这我妈撞了人家, 人家要十几万, 嗯, 我倒要看看, 这儿人长什么样, 你搬来救兵呢, 人呐, 啊, 谁呀, 我, 王总, 怎么是您呢, 哦, 我倒是谁呢, 原来是王傻柱啊, 王, 他, 阿姨啊, 这是, 阿姨, 这是我妈, 等等, 他在你工资上班呀, 是啊, 哎呀, 哎呀, 哎呀好, 嘿嘿, 哦, 王傻柱, 这我妈是碰了你一下, 你给我妈要十几万嘛, 是不是, 哎呀, 误会误会啊, 我哪知道, 您是他儿子, 哎呀, 太坏了, 你说这不是大水冲的龙王庙了吗, 这谁给你是龙王庙啊, 哎呀, 那是王傻柱啊, 那个那个, 那个, 我要知道是阿姨啊, 我肯定带着阿姨去买衣服了, 你看这事儿闹的, 王傻柱, 这事儿我算是搞明白了, 平时在公司表现很好, 没想到你现实是这种人, 本来我还要给你升职加薪呢, 看你这样, 我看是没有必要了, 董事长, 你别, 我策了, 我策了, 阿姨, 阿姨, 您帮我求求情, 阿姨, 王傻柱, 我说什么, 你是听不明白, 还是怎么的呀, 啊, 像你这种人, 就是公司里面的助手, 你明天, 到人事部那里, 领完公司给我走, 你被开除了, 走是啥, 走, 阿姨, 你那公司, 今天要开整顿整顿了, 这样的人, 天洁不能留, 是啊妈, 你说的对, 对啊, 妈, 你这是要去干什么呀, 我呀, 去跟你妹妹开家长会呀, 姐妹讲的, 出了这档子事, 唉, 正好, 我也好长时间没有见我妹妹了, 咱们一块去吧, 行, 行, 走,